老和尚有一年过年 因为他住毛棚 毛棚呢 居立这个寺院不远 他这个是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是由寺院里供接 过年去到这个寺庙里面 去拿一点吃的东西带回来 应该是黄昏的时候 他就回他的毛棚 回毛棚走路要走一段时间 走到半路上 遇到寺庙里面 两个出家人都很熟 他们手上拿着灯笼 灯笼是点燃的 遇到了 遇到这两个人就问老和尚 哎呀 他说老和尚 天都这么黑了 你怎么不戴个灯了 老和尚听到这一句话 天突然就黑了 这怎么回事 我没有感觉到黑啊 这一听突然就黑了 他起了个分别念头 天黑了 果然是黑的 佛法将宇宙原体 就是将的自信 自信 是很不容易理解 也没有办法说得出 他在哪里呢 他无处不在 无实不在 他不是精神 他也不是物质 他不是精神 但是精神物质 都是从他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法里面讲 他是能生能谢 宇宇宙万物 宇宙万物 是所生所幸 所以这个地方将啊 这是必须 开圆解 圆是圆满的 对于宇宇宇宙的真相 我们常说了 宇宙万有的 佛法将万法 这真相啊 你真的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了 真的通达了 自信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说他无 为什么呢 他能信 能信 一报 宇宙的现象 能信正报 就是献自己的人身 啊 这个正 就是讲自己 不说别人 自己是正报 其他的人呢 其他人是我 是我的一报 也就是 是我生活环境里面的人 是环境 那所以祝佛菩萨呢 祝佛菩萨也是我的一报 正报就是自己 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不能说正报 哦 有群众生都正报错了 那我们生活环境里面 有有群众生的环境 有无群众生的环境 啊 那么现在风法 所以动物知物矿物 都是我们生活环境 包括大自然的现象 啊 我 跟大自然的现象 同时发生 啊 怎么发生的呢 大臣教里面佛长书 我们听得要耳熟 可是他的真实意 我们实在是不懂 啊 我们听得很模糊 似 似似而非 啊 不是真懂了 真懂了一定要欺辱 那你才是真懂 啊 如果真的欺辱这个境界了 你看到了 这四十真相被你看到了 那在佛法里那是什么个等次的人 八地菩萨 他在哪里看到的 他定中看到的 所以佛法修学了 无论大臣小臣 宗门教下 邪密 都离不开个禅定 啊 离开禅定啊 那就不是 说佛了 啊 那我们今天念佛这个法门 天天念阿弥陀 是不是修禅定 是的 我们是用支持名号的方法 修禅定 啊 这许多人不知道啊 啊 你看看我们这个 这个金的金体 你就晓得 它是修禅定 我们用念佛的方法 啊 达到什么境界呢 达到清净 清净心就是禅定 啊 这个禅定功夫不高 啊 相当于阿弩汉 啊 能超越六大轮回 啊 再深一层的 是菩萨的禅定 平等心 啊 平等心是菩萨成就的 啊 这都是定啊 定功到一定的程度 智慧就开了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那就成佛了 啊 那是我们金体后的那个觉 那个觉 是无上正等正确 啊 啊 他没有圆 他没有圆满的想好 他没有圆 他不信 他现出的境界 那叫长极光 常是永恒不变 即是清净即灭 像是一片光明 那我们现在迷了 那我们现在迷了 迷了长极光就变成 无明了 无明是 无明是黑暗 啊 所以现在的科学家知道 宇宙是黑暗的 一片漆黑 啊 就光明从哪 光明是从 恒星放光 是从这么来的 那在佛法里面讲 如果你无明破了 你破了无明了 你见到自信了 你看到宇宙是明亮的 宇宙不是黑暗的 啊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天晚上 天还是黑点 那就是我们无明没破 无明哪一天破了 你完全看的是明亮的 啊 不是黑暗的 啊 这是佛告诉我们的 啊 那么这个变化呢 实在上讲 都是涉于念头啊 我们在虚应老和尚脸谱 看到有一桩事情 这记载我们相信它不是真 不是假的 是一定是真的 老和尚不会说假话 啊 老和尚有一年过年 那因为他住毛棚 毛棚呢 距离这个寺院不远 啊 他这个是生活必需品的时候 是由寺院里供接 啊 过年去到这个寺庙里面去拿一点吃的东西 带回来 啊 应该是黄昏的时候 啊 他就回他的毛棚 回毛棚走路 要走一段时间 走到半路上 遇到寺庙里面 两个出家人都很熟 啊 他们手上拿着灯笼 啊 灯笼是点燃的 啊 遇到了 遇到这两个人就问老和尚 哎呀 他说老和尚 天都这么黑了 你怎么不戴个灯了 哎 老和尚听到这一句话 天突然就黑了 这怎么回事 我没有感觉到黑啊 这夜天突然就黑了 他起了个分别念头 天黑了 果然是黑的 没有人提醒他的时候 他出来那个样子 他永远保持那个样子 啊 所以他看是明亮 这境界不相同啊 啊 都在人的一面 所以他亲近心 他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他就是那个样子 保持那个样子 能保持住 啊 一动念头的时候 就变了 静随心转啊 这个一点都不错啊 啊 随着念头转 这念头呢 念头是阿赖耶 啊 阿赖耶能变呢 如果不用阿赖耶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啊 所以我们知道 在晚上看到黑暗的时候 就晓得无名媚婆 啊 你破了 止住 啊 破了分别 无名媚婆 依旧 看这个天空 是黑暗的 啊 破了无名 那就不一样了 啊 啊 你 佛 你 佛 你 佛 佛 啊 你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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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